女人最怕男人得什么男科奇病? 不知道丁友有没有看过很多年前张国立和蒋文立出演的一部《家庭伦理剧今婚》 里面有一个情节是二女儿童男方的丈夫苏哥因为高丸癌不能履行丈夫义务 丈夫不好意思去医院看病,父母心疼子女,六十多岁的父亲和母亲代替他们去医院询问病情 而现实生活里男科一直都是一个隐私的诊室,患者都是偷偷摸摸地去就诊,生怕遇到熟人,失去自己的面子 然而男科跟其他科是一样普通,都是治病的地方,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在男科诊室中,也有很多人是被妻子催促来就诊或是丈夫碍于面子,妻子前来询问病情 不管是出于关心还是担心自己被感染,对于女性来说,如果丈夫出现某些疾病,第一受害者都是他们 那么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都害怕丈夫得什么疾病呢? 七十后的女性最怕性病 七十后的女性最怕性病 但是由于社会的落后,性安全知识普及远远不够,那时候对于生殖器感染以及涉及到生殖器的疾病人们都会莫如身 就像鲁迅先生那时候说的 一件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薄,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胶 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死 中国人的想象围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越近 然而9102年的今天,随着我国性教育的推广和性安全的普及,人们不会再对生殖感染和性病一概而论 八十后最怕丈夫早泄 八十后最怕丈夫早泄 作为正在即将中年危机的八十后 上有双方父母要善养,下有孩子要抚养 生活压力不断增大,性生活不断减少,即使保持着性生活,体验也在逐渐下降 这一代的男性对于早泄往往不好意思提及,更遑论去治疗,不和谐的性生活导致了不和谐的夫妻生活 这也导致了我们国家目前离婚率的不断上升 八十后男性一发早泄往往原因有两方面 1. 夫妻生活过于兴奋 2. 缺乏性生活经验,性生活过于急躁 这两种情况一般会在有过一段时间性生活积攒了经验后有所好转,但也有一部分人因为早泄而自卑,逃避夫妻生活,加重了自己的病情 2. 除此之外,男性的包皮问题也是让其早泄的重要原因之一 3. 包皮引起的下体神经分支过多,过密,或患有尿道炎症等男科病,是局部敏感性增强 3. 而且男性包皮过长,尿液不能排净还会与坏死的细胞,分泌物积聚成为包皮垢,可能引发包皮红肿,发炎等状况 4. 炎症还可能通过夫妻生活让女方患上妇科病 4. 早泄的患者可以看看丁丁介绍的关于早泄的行为疗法,还有有关各种性生活经验的课程进行学习 5. 另外,包皮过长的也一定要好好清洗,或是进行包皮环节术 5. 九十后最怕她软了 5. 九十后最怕她软了 5. 九十后最怕她软了 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再加上互联网的兴起,导致这类男生在食物摄入上摄入了过多高油高盐高脂肪的食物。 肥胖的人数不断增加,糖尿病也开始变得低零化,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男性问题就是,勃起功能障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阳尾。 肥胖者血管硬化程度增高,血液中血脂,胆固醇含量偏高,血液粘稠,且造成血管内皮损伤,继而引发阴晶动脉的周样硬化,降低阴晶海绵体血流量,从而引发阳尾。 中国是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已发表的全国性调查,过去30年来,中国糖尿病患病率积蓄增加。 1980年不到1%,2001年为5.5%,2008年为9.7%,到2013年已经升至10.9%,而在男性中比例更高,为11.7%,也就是说每9个中国男性中就有一个患有糖尿病。 糖尿病和病勃起功能障碍这两种疾病常常同时存在,有研究显示,与没有糖尿病的男性相比,糖尿病男性患勃起功能障碍的几率高三倍。 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阳尾就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而糖尿病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的机制目前还没有完全阐明,主要涉及糖尿病神经病变,内皮细胞功能紊乱,内分泌异常和血管组织病变等。 每个女人都不会想要找一个无用的男人,所以如果你体重已经超重,就抓紧时间减肥吧。 其实,不管你多大岁数,不管你是几零后,只要有了疾病,就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治疗,毕竟身体健康,才能和家欢乐。 不知道丁尤友有没有看过很多年前张国丽,和蒋文丽出演的一部家庭伦理剧《金婚》。 里面有一个情节是二女儿童男方的丈夫苏哥,因为高丸癌不能履行丈夫义务。 丈夫不好意思去医院看病,父母心疼子女,六十多岁的父亲和母亲代替他们去医院询问病情。 而现实生活里南科一直都是一个隐私的诊室,患者都是偷偷摸摸摸地去就诊,生怕遇到熟人,失去自己的面子。 然而南科跟其他科是一样普通,都是治病的地方,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在南科诊室中,也有很多人是被妻子催促来就诊或是丈夫碍于面子,妻子前来询问病情。 不管是出于关心还是担心自己被感染,对于女性来说,如果丈夫出现某些疾病,第一受害者都是她们。 那么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都害怕丈夫得什么疾病呢? 七十后的女性最怕性病。 对于七十后来说,那时刚刚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国家,正在经历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性文化开始开放。 但是由于社会的落后,性安全知识普及远远不够,那时候对于生殖器感染以及涉及到生殖器的疾病人们都会莫如身。 就像鲁迅先生那时候说的。 一件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薄,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死。 中国人的想象为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越近。 然而九一零二年的今天,随着我国性教育的推广和性安全的普及,人们不会再对生殖感染和性病一概而论。 八十后最怕丈夫早泄。 八十后最怕丈夫早泄。 。 生活压力不断增大,性生活不断减少,即使保持着性生活,体验也在逐渐下降。 。 这一代的男性对于早泄往往不好意思提及,更遑论去治疗,不和谐的性生活导致了不和谐的夫妻生活。 这也导致了我们国家目前离婚率的不断上升。 。 八十后男性一发早泄往往原因有两方面。 。 一。 夫妻生活过于兴奋。 一。 二。 缺乏性生活经验,性生活过于急躁。 。 一。 三。 一。 二。 一。 二。 一。 除此之外,男性的包皮问题也是让其早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包皮引起的下体神经分支过多,过密,或患有尿道炎症等难科病,使局部敏感性增强。 而且男性包皮过长,尿液不能排径还会与坏死的细胞、分泌物积聚成为包皮垢,可能引发包皮红肿、发炎等状况。 炎症还可能通过夫妻生活让女方患上妇科病。 炒蟹的患者可以看看丁丁介绍的关于炒蟹的行为疗法,还有有关各种性生活经验的课程进行学习。 另外,包皮过长的也一定要好好清洗,或是进行包皮环节术。 主要保皮丁介绍这种尿道破,但有点小时有信用的自救,可真要这么舒服。 别急来扶着打赏蟹的闹菜们也要防抑,但是能阻止我健康地决定。 stick with a nice feeling. 酒匙 struggle. 毒臭味道最怕她软了⋯。 毒臭味道。 毒臭味道都已经让她软了。 毒臭味道还将不够打赏蟹的胸口。 毒臭味道完美,毒臭味道开心。 毒臭美肜丁部分都已经很重够了。 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再加上互联网的兴起,导致这类男生在食物摄入上摄入了过多高油高盐高脂肪的食物。 肥胖的人数不断增加,糖尿病也开始变得低零化,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男性问题就是,勃起功能障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阳尾。 肥胖者血管硬化程度增高,血液中血脂,胆固醇含量偏高,血液粘稠,且造成血管内皮损伤,继而引发阴晶动脉的周样硬化,降低阴晶海绵体血流量,从而引发阳尾。 中国是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已发表的全国性调查,过去30年来,中国糖尿病患病率积蓄增加。 1980年不到1%,2001年为5.5%,2008年为9.7%,到2013年已经升至10.9%,而在男性中比例更高,为11.7%,也就是说每9个中国男性中就有一个患有糖尿病。 糖尿病和病勃起功能障碍这两种疾病常常同时存在,有研究显示,与没有糖尿病的男性相比,糖尿病男性患勃起功能障碍的几率高三倍。 现在越来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阳尾就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而糖尿病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的机制目前还没有完全阐明,主要涉及糖尿病神经病变,内皮细胞功能紊乱,内分泌异常和血管组织病变等。 每个女人都不会想要找一个无用的男人,所以如果你体重已经超重,就抓紧时间减肥吧。 其实,不管你多大岁数,不管你是几零后,只要有了疾病,就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治疗,毕竟身体健康,才能和家欢乐。 感谢观看